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位于熊野古道中边路 与大边路分岔处的田边市区 作为交通要塞 自一千多年前起繁荣至今 历史 美食 街道 今天让我们一起漫步田边市内 寻找美丽 邂逅吧 这里是J2纪国县 记忆田边站 这次有我为大家导览田边市区 来吧 展开田边的地图 开始漫步咯 来到田边 有一个值得首先拜访的神社 那就是入选世界遗产的斗鸡神社 神社的名字起源于这段故事 熊野水群が源氏につくか平家につくかということを この親城の前で赤と白の鳥を7羽ずつ用意し それを戦わせ 統計をして占った ということで現在に至っているわけなんです 还发现了这样的神迁哦 据说 与原意经共同活跃在历史中的武藏坊变庆 也与这个神社有着不解之源 每年秋天都要举办 源于武藏坊变庆的变庆祭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日的变庆集市 人山人海 说起祭祀 还是非斗鸡神社的惯例大祭典 田边祭墨属 这个济南地区最大的祭典 拥有超过450年的历史 被称为丽毛的八座斗粒型彩车 在室内游行 丽毛的红灯笼 倒映在河面上的夜景如梦似幻 田边与熊野古道共同繁荣至今 在城镇中心还有这样的东西 这是熊野古道中边路与大边路的分岔口的路标 被称为道分石 沿古道而建的乙通神社历史超越千年 据说神社的名字起源于利用蚂蚁将线穿过贝壳孔的传说 不仅如此 街道上还有各种各样与田边文化历史息息相关的美食 我们来看看 你好 我发现了根据斗鸡神社传说做出的日式馒头 这个是与便庆有关的糕点 这家商店有传统制法做出的年糕 这些都是田边独有的美食 据说除此之外 附近还有很多自古以来受旅行者喜爱的糕点 田边除了便庆外 还有很多名人 那么我要提个问题啦 这个旧宅是谁的家呢 正确答案是 这是活跃于明智到昭和时期的 有名博物学家南方熊男的家 他跨越文理领域向报纸杂志投稿 还从事与生物研究自然保护相关的活动 据说他在这里生活了25年 直至世事 宅院旁边的表彰馆 收藏了熊男的藏书与资料 共25000多件 这里是研究、展示与出版熊男相关信息的基地 和七道的创始人直至盛平也出生于田边 穿过街道 登上小山丘就来到了高山寺 南方熊男和直至盛平在这里安眠 高山寺历史很悠久呢 高山寺历史很悠久呢 田边市也是一座海滨城市 田边大道的尽头是善之滨 夏天的海水浴场非常热闹 海豚们近在咫尺 好可爱啊 港口城市江川的街道 有非常怀旧的感觉 街道边是一排排老式住宅 让我们来品尝江川的特产 那就是江川杂烩 能同时品尝乔麦面和乌冬面的美味 量也很足 田边湾北侧突出的海角 天神奇 这里因某项运动而闻名世界 是什么运动呢 そこに海岸の森があります 这森の上に今から43年前 列荘が50戸建設計画が出了 我們要是棣農地的道具 在於森林上的活動 所以大家這些錢給我們 他們要收錢 количе的資料 所以那些無法羅斯武士 像這樣的運動 田边市的东侧 与记忆山系的深山相连 这里是齐绝侠 在齐岩怪之中流淌的不动铺 景色壮观 这里是冀州煤的产地 冀州石神田边煤林 持续产煤历史长达400年的农业系统 已被认定为世界农业遗产 这片梅林 命运出的冀州特产梅干 也是当地的珍宝 位于秋金川的休息区 有冀州被长碳发现馆 这片区域作为冀州被长碳的发源地 至今仍然沿用古法制作者优质的被长碳 蜜干 也是与梅子齐名的田边特产 这里全年种植大约80种蜜干 这个将木制旧校舍改建成的设施 充满怀旧气息 在这里可以了解蜜干的种类和历史等知识 还可以在当地人们的指导下 参与体验农业 制作糕点等活动 在太阳落山后活力洋溢的地方 要数田边战前 这条洋溢着昭和风情的味光路 去寻找田边特有的美食吧 这个料亭看上去历史悠久耶 进去看看吧 晚上好 真豪华 不愧是海滨之城田边 魏光路 曾经也被称为不孝路 是这个地区规模最大的餐饮街 大家尽情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夜晚 真是一段有趣的时光 我们在充满无限魅力的田边市区 度过了闲停信步的一天 大家也来这座充满怀旧气息 看点众多的田边市逛一逛吧